今天秋風要去地獄一趟喔 地獄門就蓋在 蓋在這裡好了 之前這邊說要挖一個空間嘛 好好好沒問題 就把地獄門蓋在這裡 我把石碑直接插在這裡 欸可以欸 就叫它地獄堡壘完成 哇 可以直接回家 有這麼神 在這邊立一個地獄門 看一下會傳送到 那個主世界的哪邊去 喔 我們又來了 我們又來了 這裡是哪兒 欸 旁邊是冰原欸 喔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今天秋風想要去一盔冰原上的奧秘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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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 前往那個上一次看到冰原的地方 到堡壘二號 地獄堡壘二號之後 經過傳送門 就可以到了 感覺非常近 就這麼一瞬間的事情有沒有 那個還在嗎 不在了 人魚不在了有沒有 人魚不在了 人魚不在了 我們墊過去好了 墊到人魚那裡 欸 美人魚的礁石我來了 喔呦 有點痛 我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子墊回去啊 不然 每次都這樣跳下來感覺很蠢欸 美人魚被我射了幾箭之後 怎麼都跑掉了啊 都沒有再出現過了 我們不管他囉 我們先到 岸上之後 走到這個平原上面 我們正式 來到 雪原地形 攀登雪原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怎麼有一隻兔子 跳下來啊 那是什麼鬼 傳說中的殺手蛛 是冰龍 是冰欸 我看到冰龍了各位 感覺我要死在這了 我即便要死 我也不要死在海裡 你 東西起碼撿得回來對不對 現在的目標是這樣子喔 欸 其實我看到兔子都要殺對不對 他有可能會有兔子的腳欸 兔子的腳我就可以馴服鷹馬 我就可以在這片大陸上飛了欸 是不是 啊 兔子 拜託你了 兔子的腳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你們沒有腳喔 掉一個腳給我會死 我這一把劍有掠奪欸 好了 來到上面囉 這個廣闊的平原裡面 剛剛好像有一些 一隻冰龍在這邊噴來噴去嘛 對不對 希望他不要 忽然出來 把我噴死 這個是什麼雪啊 這是什麼特別的雪 可以挖嗎 欸 可以欸 看一下這是什麼 冰 欸 龍襲冰塊欸 喔呦喔呦 龍土出來的冰塊欸 好偉大喔 這裡是 這是銀欸 喔 旁邊這個 哇欸 銀錠 好多喔 所以 如果以 順序來講的話 應該是先找到 找到冰 冰龍 開始 從冰龍開局 可能會比較好 欸 這個 藍寶石欸 第一次發現藍寶石 第一次發現 都帶走 都帶走 好不好 好了好了好了 趕快偷走啊 偷完 偷完閃人好不好 這個 我剛好 剛好 頁面快要不夠了 偷一偷 正好閃人 這裡應該會有 欸 這邊好多兔子喔 欸 兔子要殺啊 兔子不要走 喔 他們跳好快喔 兔子 欸 這隻小兔子 還是大兔子啊 看不太出來欸 欸 要追兔子 真是不容易欸 直接用射的好了啦 兔子皮一張 不是兔子的腳 我根本追不到兔子有沒有 這個血緣上面 就只有一個 冰龍的巢穴喔 欸 竟然 這麼 這麼空虛喔 連一個村民都沒有 太空虛了 欸 等一下這個是什麼 不會是另外一個 冰龍的巢穴吧 過去看一下好了 會不會過去就死了 欸咻 欸咻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也可以破壞嗎 欸 可以拿到欸 這是什麼 龍襲兵集 哇 這個名字 一定要取成這樣嗎 這麼帥喔 我身上東西太多 帶不走了 這些 這些不拿了啦 銀利而已 偷的差不多了 閃人 回家 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我覺得 蠻完美的 又拿到一些 失落的故事頁面 回去看一下 冰龍的故事書 這裡竟然有人魚欸 人魚在唱歌 我們又來殺人魚了 欸 欸下 來喔 要殺來喔 殺死你 欸欸欸有兩隻 有兩隻 我太 我太放縱了 欸咻欸咻 退回來一點 退回來一點 他們可以的 我可以殺死他們的 欸咻欸咻 慢慢來慢慢來 吃一隻 欸咻 快快快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快要死了 人魚 我之前就殺過嘛 對不對 另外一隻在哪裡 人魚 不要走 欸咻 死了死了死了 哇 把兩隻都幹掉了 我把一些 用不到的垃圾丟掉好了 用不到的垃圾 我要撿一些有用的東西回來 之前殺死的這個 閃亮鈴片都噴掉了嘛 這一次 我一定要帶回家裡 好好的帶回家裡 別再讓它噴了 秋風回家去了 太棒了太棒了 這一次算是什麼 成功滿載而歸 之前噴的都回來了有沒有 我做一個盔甲架出來 然後把把裝備先暫時放在上面 這個銀...銀...銀製套裝 我應該不會再穿了吧 欸其實銀製套裝 看起來還蠻酷的欸 先展示在這裡 我還收集到這個 不知道如何使用的冰塊 冰塊 可以變成冰磚 可以變成冰刺 就這樣喔 那冰刺能幹嘛 能幹嘛 不行幹嘛欸 冰刺就是冰刺 走在上面會受傷是不是 好像蠻沒用的欸 我一直以為這個冰塊 會有一些 比較...比較好的作用欸 回到家裡來復甦 冰龍 來看一下冰龍 到底在講些什麼 冰龍 沒錯 無數傳統中我們要獲得龍真實存在 我繼續紀錄這種 噴冰飛龍的一切 這是一種體型遠超越 同顆扒型類動物 就我所見最小的差不多 核出差不多大 最大的有25公尺 更有傳說 臭厚冰層下巨大冰龍動鞠 正的真正的巨龍 漫長的計畫中 雙翼賦予他們飛行的能力 不容小趣的是他們看似笨重的 他們可以迅速成功飛起 像獵物發動致命的突襲 最令的溫風戰打 是他們噴出 低溫冷風吐襲的能力 常有獵物在冰蝕之下被動成冰雕 感覺很恐怖耶 當然 冰龍作為食物獵警惨的大主 不可不只會處理先冷風而已 冰龍的上下惡能 連續分出含冰吐襲 屬於正結大地上能大量難害 較小的幼龍的吐襲就沒有這樣的威力 但只要大一點的龍就能破壞地形 再大的龍還能釋放一種魔法攻擊 他們能將冷氣去形成冰彈冰箱吐出去 這種冰彈機會不穩定 會在擊中誤擊後爆炸 冰龍也常以地牙攻擊 只咬是冰龍主要的攻擊方式 迅猛而有力 通常不會立即死 但偶還會有更兇殘的刺激甩動 我感覺都跟火龍差不多 不過咬的變成霧彩了 此時冰龍咬住熱物 嫌起病猛烈甩動 個人攻擊注意將變物活活撕碎 最強悍的物理攻擊 需要時間蓄力有時 巨大的動能的擺動 龍尾可以有非常猛烈的力量 打擊目標威力相當高 對付任何年齡的冰龍 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必須做好萬全的準備 必時時刻流易龍進行攻擊前的準備 龍的屍體探身寶庫 成功竹龍者能從中過的大秘身對材料 冰龍的力臣也同樣值得翻註 冰龍的力臣總之長越大越深 冰龍的攻擊方式會生命的接頭有不同 出生的幼龍沒有辦法噴出 強力的冷風吃咬力也不夠 高大的幼龍變得噴出 低溫的冷風彈威力不夠強 他也除以波及似物化為冰塊 到了第三階段 飛龍的力量進化 他們能投射巨大的冰球彈 三階段是自然界中最呈現的 直到第四階段的成爺 也就是說擁有完整的力 成功竹龍不再侵蝕於 地表減弱的洞穴 具有毀滅性力量的他們居住在 殘忍的異敵冰凍中 五階巨龍是真正的傳奇以後 肯定後他們的行為無限變化 但巨龍無疑擁有 普通成龍毀滅般的 力量並顯然的一件 相傳沒有人能依對於 與之正面較量 好像 冰龍與火龍寫的都差不多齁 冰龍火龍寫的差不多 太有趣了吧 還有什麼可以看 看一下 冰龍蛋 看完冰龍 就來看一下冰龍蛋 我看見了那母親居然如此 長大的生物 一定需要耐心 也三天的等待 證明了一切決定的正確 在此行被龍蛋送出了一大片 可愛的小龍破殼而出 現在我有了自己的幼龍 未來我會記下 我和小冰龍生活的點點滴滴 這寫的跟火龍蛋有什麼差別 方法不太一樣而已 好了看完了 這裡還有一個故事叫做迅龍欸 哇 我想成為迅龍高手 我發現我孤出的幼龍把我當成了他的父親 話說薄薄 他總是喜歡到處跑來跑去 永遠不會離開我太遠 吃個生物就得吃 所以我抓了兔子試試看 一開始 小幼龍不願意主動捕獵 不過很快的他就在 兔子身後窮睡不捨 然而要溫柔地對待幼龍 主動狂獵 還是強人強輔所蠻 看來只是想辦法 我丟了一切羊肉 他馬上鋪過來大吃喝吃 龍族有久的歷史的巨獸 生長都起十多漫長 一座發明了一種人 這種骨頭和任意的肉製成 固然豐富的蛋白質 吃了龍製成的幼龍長得快多了 在幼龍互相互動的過程中 我學會了如何檢查幼龍的生長更快 如何分辨公龍虎龍 以及他是不是餓了 在龍棍杖綁上 龍的頭骨製成的遜龍杖 小龍似乎更低話了 遜龍杖的命令他們 坐下休息過自己的活動 在我龍的成長為三階段飛龍後 我彎腰靠近他 就依惜我像騎馬一樣騎在馬背上 跳躍命令會使他成功 而起蹲下則異位降落 我們還約定了暗號 這樣就能讓他在刺移的時機 噴射龍喜 我還可以噴射龍喜 後來我瞭解 若是蒐集指定材料 製成龍方就能讓龍成年的龍反力後代 寒冰百合是寒冰百合湯的材料 烈焰百合則是用於類焰百合湯的材料 先餵東龍一份再餵母龍一份 就能救死他們反死了 交配後的母龍會產下一個隨機顏色的龍蛋 龍之號角能讓我們 我的龍蛋石封印集中 隨時召喚出來 拿著號角 按在龍身上就能當作工藝當我吹槍號角池 龍就能聽從召喚而出 北龍製造鎧甲其實很簡單 和人用的差不了多少 雖然說也是用金銀鑽石 龍甲需要的材料 鐵磚金磚才能製造 齁 材料比較多耶 但我覺得龍骨頭和鐵定製成的龍骨敵 還是最好的驅龍用具 當敵生想起 再同化的龍都能被安撫下來 降落地面 龍骨敵 喔喔喔喔喔 好 所以就是要拿到龍骨嘛 經過這次的走動之後 秋風對自己有一點自信了耶 我是不是可以去稍微看看 打敗一個冰龍火龍或是海龍 這三種龍其中一隻 其中海龍我覺得最有希望耶 首先我帶著我的海洋探險家地圖 去找這一個海底遺跡 順便再做一個那個好了 做一個做一個那個傳送石碑 到那邊之後把這個傳送石碑插在那裡 就沒事了嘛對不對 不是沒事啦 就可以直接到那邊去了 秋風自從愛上傳送石碑的好之後 就回不去了 一用就屌耶 因為實在太好用回不去了 趕快再做一個放在身上有沒有 好了我們要出發了 這一次我決定從 從這個角度看起來 感覺要從六號村莊那邊過去耶 感覺就是會在很 很這邊很上面有沒有 六號村莊在這嘛 就是一路在這裡吧 感覺上 就從這邊一直過去 應該理我 哇這個比例池這樣就五百喔 這樣就五百 所以六號村莊就有一千耶 他大概是在這附近我覺得 從六號村莊過去好了 欸我下面這一顆點 好像沒這麼小了對不對 以前很小一顆耶 走到海邊之後 好像沒這麼小了 哇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在這附近耶 就是這一片海洋 有機會喔 經過一個晚上的行走 我發現這一個點 往上飄了耶 表示 海底遺跡在這裡 往上飄了 快要到了 欸這裡再過去 就沒路了耶 還不知道有多遠耶 這裡出去 感覺就有很多海龍 很恐怖耶 如果東西又噴到海底 就撿不回來了耶 好噁心喔 我們先去那邊的岸上看一下好了 欸別說 海龍了 我看到 火龍在前面耶 回不去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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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喔 我的前方出現 海洋馬了 這個是海洋馬 不是海龍 那個 看一下距離 欸 角角的 一小塊出來了 開圖了 越來越近了 角角的一小塊 好 我現在目標是那塊島 直接 開船衝過去 欸我們 開圖了 開圖了 各位 欸可以看到 肉眼可視範圍內了 欸 海底 海底遺跡就在這裡 肉眼可視範圍內 所以秋風在做兩次的跳島旅行 就很接近海底遺跡了 跳島跳島 來來來 海洋馬不要衝出來 不是海洋馬 海龍你不要忽然衝出來喔 沒事喔 快要到了快要到了 欸咻 跳島旅行最終站 到了 跳到這裡了 這裡應該是最 最接近海底遺跡的 島嶼吧 應該沒有比這個島更接近了 我現在位在哪裡 位在一個海上 一些孤島上面 我把石碑 立在這 這附近好了 這裡已經離海底遺跡 真的很近了 應該沒有 沒有更近的了吧 看一下地圖 已經很近了 我把石碑立在這裡 海底遺跡 這樣子我就可以從這邊 先回去睡覺好了 哇現在要一個經驗欸 要一個經驗 那我分兩次阿 分這裡一次 第二次 欸 這樣子會不會有點偷吃不完 總之先回來睡覺 既然要去水裡面打架 我覺得我應該要換一本 水下呼吸對不對 這個水下呼吸 剛好換得起有沒有 喔 附在頭上 這樣子 感覺可以撐比較久一點 做一個鑽石帽 欸我直接如果 直接復活 會不會有水下呼吸阿 火焰保護 清水性 好啦好啦沒等級啦 沒等級 直接 直接蓋上去了 來阿成本是 OK的 可以可以可以 我還有12級 我應該要好好把這些等級 通通花費掉 不然 噴了 實在太 太浪費了對不對 呃這個要13級 噴了實在太浪費了 欸 收田收兩下 就13級了 把這個升上去阿 這樣子出征 比較不會怕 比較不會怕